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毕业还有四天 再去喂几次往南京楼菜的小猫 毕业还有三天 再去泛海楼点一杯咖啡 安静地坐上一口 毕业还有两天 再和马上就要分别的兄弟们来一场球赛 毕业还有一天 要把那些带不走的书送给学弟学妹了 毕业就是今天 还是有很多的不舍 还有太多句来不及说的在线 假如时光能够倒流 我想再回到这趟旅程的起点 出道经院的那个夏天 怀揣着憧憬与迷惘投入她的怀抱 眼前的一切都是未知 专业能学明白吗 经院是不真的那么卷 该怎么做才能跟巨老老师们谈笑风生 会交到怎样的院种兄弟呢 但能肯定的是 梦想的种子将在这里种下 无限的可能在眼前展开 还记得第一次看到光华楼是在考研出世的时候 从光华楼前面的草坪侧头看了光华楼 感觉非常壮观 门生非常想要在这样一个学府求学的心情 拿到录取通知书当天 我的心情其实是非常激动的 第一时间拆开 把它们摆得准准齐齐 还发了条朋友圈 印象非常深刻的还是那句 一个真实的现在可以开垦一万个美丽的未来 不知道到哪天是一个雨天 最终是来到了三角 我们是一个小班 大家都聚在一起拍照 前几天我还看到了那个照片 勾起了我那时候的回忆 张艾克老师提到过让我印象非常深的一句话 不能完全相信材料 而是要去挖掘它背后提出材料的背景 通过调研去验证这份材料的真伪性 我们有些课题 里面谈出了 特别是中国与国际的经济关系 在中国的世界上 当我们在做的访问 到公式业举行 例如Tesla或BiteDance 我们真的感觉到 能够成为中国业业业与国际的一家公司 我的导师对社会现象的分析非常透彻 往往以我意想不到的角度展开分析 欢迎我和他交流学术社会现象实施热点 尽力给出回答 在经济学院 导师不仅仅教授我们书本上的知识 模型和公式 更重要的是 他们会用一篇篇论文 一个个现实中的案例 来帮助我们加深对这些知识和模型的理解 让我来对中国经济有了更加深入和直观的了解 这正是经济学院所倡导的知情合一 转眼间旅程已过半 讲台上下的星火传承 祖国河山间的实践体悟 志愿岗位上的爱心传递 在这里我们把经涛济略 求时创新的志业装入行囊 用脚步丈量祖国大地 用双眼体察社情名义 找寻今世记名的真意 当你真正地走进了倩法拉的地区 才让我们更有切身地感受 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 到底能够怎样地去经历 怎样地去经事 我在支教过程中 曾经遇到过一个性格非常孤僻 也不愿意与人交流的小朋友 一个月的相处之后 他慢慢开朗起来 在西部地区也有很多 像他这样性格的小朋友 而我们可以带领他们一起 慢慢走出这样的性格 我在基层前台值班的时候 一位老爷爷让我在手机上 帮他完成一项很简单的操作 完成后呢 他握着我的手 再三地表示了感谢 从那一刻开始 我觉得公务员的工作 不再是抽象的 而是具体地连接着 千千万万的老百姓 在做密接转运的志愿者 在一次转运的过程中 自己把这张的密接 就带给了我 自己说这是 护士姐姐交给他的物资 这就是一种爱心的传递 我希望你能够 将其他爱心传递下去 我希望能够做 顶天立地的学术研究 顶天就是希望 我能够利用一些 前沿的经学的思想 去审视我的保险学的研究 立地其实是更关键的一环 我希望去扎根于中国的土地 回头看看来时的路 太多地方留下了 属于我们的回忆 三角 见证了我们彻夜苦读的身影 大经报告厅 记录着我们 聆听名师讲坛的沉静 舞蹈房 体育馆 回荡着我们 一次次的欢呼与呐喊 这一份份回忆里 都有你们陪伴在我左右 给予前行的我 勇气 温暖与力量 衷心地感谢你们的陪伴 和我相识于经院的 最亲爱的伙伴 很多小伙伴会来问我说 你学习了那么久的健美操课 可不可以教我们简单跳一跳 我们也会一起排排动作 排排队形 在玩乐中去增进友谊 院系被那天 我们整个经院羽毛球队 为了那样一个目标 不断地努力 让我自己的情绪 得到了很大的释放 这种精神也鼓舞着 我在未来的生活中 去不断地努力 不断拼搏 我们的目标不是每一个人 都能取得胜利 而是每一个人在团队中的 价值最大化 使团队晋级获得胜利 我和我的室友 亦有感兴趣的学术讲座 就会来经院听 听完之后 我们回去还会展开 比较热烈的讨论 甚至达到一种 互相都不能把对方说服的状态 我的辅导员像一个朋友一样 立志陪在我的身边 让我能够保有一份天真和认识 我也很想把这份天真和认识 反馈给其他人 我觉得我以后的身份 既会是学生 又会是老师 我希望做一个 不被学生 贫义朋友圈的辅导员 马上也要毕业了 其实对于学校 有很多的留恋 最不舍的呢 还是复旦的这些美食 我在开学的时候 也是立志 吃遍复旦的 每一个窗口 和每一道菜 当然到现在还是没有完成 毕业之后 我们无论在哪个城市 做着什么样的事情 遇到了怎么样的困难 大家一定都相信 我们是独一无二的我们 今天我们即将告别 各自踏上全新的旅程 纵使我们会身处各方 但我们共同拥有 且不会改变的 是怀念 是成长 是负担经验 在我们身上 落下的深深印记 曾经我们在国泉路600号 相遇相知 互相温暖彼此 未来我们也将在天南海北 继续闪耀 照亮属于自己的人生之路 天下没有不散的延习 希望你们敢想敢为 敢梦敢当 书写自己璀璨人生的 崭新华章 希望大家收拾好自己的行囊 带上学校 基于大家的学识和精神 披荆斩棘 去成为更加优秀的 复旦经验人 希望大家永远保持 少年气和真实感 永远有所热爱 并勇往直前 舞蹈也会一如既往地 关注你们 支持你们 希望19UIP的各位 毕业快乐 You and I are perfect ever 能够坚持理想 为内心的美好而奋斗学习 希望你们在社会 这个更大的舞台上面 用在经济学院的所学 所思 创造出属于自己的 更大的辉煌 祝愿每一位同学 带着复旦人的烙印 在出发 在未来的日子里 能够向自己理想的生活 和目标砥砺前行 虽不舍 愿此去前程似锦 彭北海 奉朝阳 众望归 为妻季 再相逢 依然如故 温怀抱 到时光 肃情长 希望大家永远记得 今院之光的闪耀 牢记今世静明的初心 复旦今院 是大家永远的精神故乡 希望你们在社会上以后 还能够通过 持续的学习和实践 找到自己人生的参考点 并且去思考和关心 当下最重要的问题 太阳总归会升起来的 前途总是光明的 希望大家 在新的岗位上 进一步的努力 为实现我们中华民族的 伟大复兴而努力 毕业不是终顶 毕业是新的起顶 是人生征途的开始 衷心希望 同学们在即将开启的人生征途上 继续保持乐观向上的心态 不断创造属于自己的人生辉煌 无论你过去建立了幸福 痛苦 还是迷茫 这都是人生最宝贵的财富 我希望你们能够勇于探索 手中的看心 不断描绘自责美好的人生 希望大家毕业以后 能够更加团结 累了 倦了 开心了 失忆了 母校永远是你安全的感光 欢迎常回来 常回来看看 也祝愿大家能够拥有 爱心 恒心 信心 这样无价的人生财富 祝福大家 希望同学们毕业以后 要继续学习 冷静思考 保持定力 杂杂实实 一步一个脚印 走向自己和家人设定的目标 我希望大家能够 以积极的态度来克服这些方面 我相信当你翻过一个山头之后 站在高峰 一定会收获满满的快乐 跟大家分享 《茶黎芒格在穷茶黎宝典》中的一句话 能力能让你到达尖锋 但只有品德才能让你留在那里 祝大家全城市井 各位同学 祝贺你们完成学业 顺利毕业 开启人生新的篇章 我记得在四年前 新生的开学典礼上 丁造中博士说 一个人向前走 最主要是自己的兴趣 希望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 你们能够追寻 自己的梦想 保持乐观的心态 保持昂扬的斗志 勇往直前 披荆载急 开启属于你们自己的精彩人生 各位亲爱的同学 又到了毕业季 又要跟大家说 再见 我期待 大家都能 在毕业之后 无论从事什么工作 都像我们精彩牛一样 牛气从天 我相信大家一定会怀念 在复旦的时光 所以我期待大家都能够 常回来看 我们想念你们 聚如鸣火 散似烦心 今世济明 不忘初心 毕业就是今天 此刻 我们今夜学子 将牢记师长教会 带着复旦 基于我们的学识 信念与底气 从这里出发 向更广阔的天地 闪耀前行 祝大家毕业快乐 毕业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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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业快乐